乘坐神舟12号飞船成功登上中国空间站 并生活了三个月的三名航天员已经安全返回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离开空间站之前 航天员们也为下一批航天员的到来做了充足的准备 比如说确定平台状态设置 打包固定散录物品 以及最后给贴合核心舱来了个大扫除 当然了为了航天员们的顺利返航 地面上的救援工作 也是看点满满 而航天员们成功返航 也让不少人关注起此次的地面救援装备 通过此前报道 大家都知道主要承担地面搜救和飞船返回舱搜集搜索的是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搜救分队 而此次飞船返回舱的降落点则是东风着陆场 估计说起着陆场 大家更熟悉的是四王子骑着陆场 的确相比之下 东风着陆场是第一次被用于载人飞船降落 但是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东风着陆场 约为两万平方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可是四王子着陆场面积的十倍 如此大的搜救范围 以及多变的气候 这无疑是给搜救分队增加了不少难度 所以为了确保搜索回收任务万无一失 搜救分队可是准备了很多种救援装备 首先呢就是地面搜救分队的车辆 可能有人会觉得乍一看 这就是用来在沙漠中执行搜救任务的交通工具 但其实不然 因为它们还是可移动的通信站点 而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搜救范围太大 需要更加精准的定位 由此搜救分队在这些车辆中 加装了可移动的四季机台 海能达电台 定向仪和高增益天线 值得关注的是 搜救分队成员透露 为了保证地面通行 每辆车之间的通行距离 已经由原来的20公里 变成了现在50公里 其次就是空中搜救分队了 这支分队是最先抵达处置现场的 而此次除了有数量直升机以外 还增加了专门研制的无人机 进而加强了空中搜寻力量 虽然说在此次救援中 没有发挥主要作用 但是它也完全可以作为直升机 搜索和发现目标的 备份力量和辅助力量 再者救援分队为了不出任何披露 还根据东风着陆场 负载的地形条件 准备了一系列特种装置 就比如针对沙漠 岩检地 以及山地这样的路上地形 救援分队准备了 履带一体车和蟒式全地形车 而到水域的话 救援分队就会使用水下机器人 有一说一 在此次执行航天员返回地面的任务中 救援分队分别考虑到了 陆地 空中和水域 并且还将其全部应用于救援 真的算是非常惊喜了 而这也很符合我们一贯 不打无准备之杖的行事作风 毋庸置疑 神舟12号返回舱成功着陆 属实算得上是中国在人航天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成功完成任务的背后 也在告诉我们 这是搜救分队进行多次全系统演练 和针对型训练的成果 也是中国科技力量支撑的结果 毕竟一般国家还真不敢这样玩 comments says 非常的 。